那我們再繼續上那個 我們上次說 兩個 兩個物理量的算符 它如果是有共同的Igon function 它是有共有Igon function 那這告訴我們 這時候我們得到 這兩個算符 或者是物理量的話 必須是commute 它的算符必須是commute 那我們現在倒過來 這是往這個方向 那我們倒過來 這時候 如果這是commute的話 我們上次是證明 先它共有 然後我們得到它是commute 那我們倒過來 假如它是commute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 這個共有的Igon function 然後這種邏輯在裡面 數學都是常常講很多 叫if and only if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這一部很重要 這一部我們以後 談到氫原子 談到角動量的時候 我們談到角動量的時候 就要用到了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減冰胎的問題 那減冰胎的問題 我們先把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到物理量 然後我們知道物理量 物理量的算符是和民旋 然後我們先討論在 和民旋的物理量算符之下 我們會有 它的Igon value跟Igon function 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有些可能你們學過 還繼續的 就是它的Hermission of John 等於它本身 這個我們討論過 那我們現在稍微複習一下 或者是你們如果以前沒有學得很好的 我們再重新推導一次 第一個 A的Igon value 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第一個特徵 就是和民旋的operator 算符它的Igon value是時數 那我們先複習一下 這是它的operator 這是Igon value 那我們來看 看它是不是是時數 我們看這個 我們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所以等於A A是個數目 A個數的數目可以拿出來 假如這是皈依化的話 這等於是A 那我們現在在取它的公惡複數 我們全部取公惡複數 這邊是取公惡複數 所以這邊也是公惡複數 對不對 那我們在左邊 這公惡複數 這是兩個函數相乘 對不對 我們把這函數拿到前面去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 這是個函數 我們把這函數拿到前面去 然後這個拿到後面來 然後我們再取它的公惡複數 這是全部公惡複數 所以這個是等於 那我們再利用那個 用荷米星爾救你的定義 我這邊 我這邊畫個三個符號 表示定義 這是荷米星爾救你的定義 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 那這個等於這個 因為它荷米星 對不對 荷米星的話 它的荷米星爾救你 等於它本身 所以我們這邊 這個可以符號怎麼樣 這個Degg可以怎麼樣 這個Degg可以去掉了 不要忘了 這不是加號 我把這個Degg去掉了 因為這個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等於是 我還是一部寫好了 然後我們知道 這個是作用到它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A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 我們證明說 A star是等於A的 所以我們得到 所以怎麼樣 所以A是什麼樣 A是數數 這是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點 就是說 荷米星爾 operator 荷米星爾 operator 它的 eigenvalue是數數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看第二個 我們看第二個特徵 第二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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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牽涉到兩個不同的 eigenvalue 我們有兩個狀態 A 我們有不同兩個狀態 那對應 對應 我們先看 對應這兩個 一個是A 一個A prime eigenvalue 那它是對應的 eigenvalue 那我們現在做幾分 我們做幾分 對 那我們 這它作用了它 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等於A 是不是這樣子 OK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取它 取它 公共負數 我要取的顏色 好 我們取它 取它 公共負數 那這是等於 對不對 OK 那我們這邊證明 A star是等於A 因為A是數數 對不對 所以等於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左邊 我們左邊 左邊是等於 好 這是另外一個函數 我們把這拿到前面去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對調 把這兩個函數對調 這邊 要了解這個公式 這是另外一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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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標到前面去 這個是等於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利用 Hermissioner 就我們的定義 Hermissioner 就我們的定義 我們得到 是不是 那我們再利用 H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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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第一個 等於它本身 所以是等於 那這邊呢 等於什麼 等於 A' 這作用它A' 對不對 然後再 我們得到這四者 那我們看 這個 這兩個是相等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 我們把這兩個 這兩個四者相減 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這結論 OK 那我們來看這個結論 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 這結果 這結果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 equation 這等式 告訴我們兩件事 這事實告訴我們 有兩個 兩個 情形 一個是 如果 A'不等於A 告訴我們 如果 A'不等於A 告訴我們 如果 這兩個 eigenvalue不一樣的話 那 這等式 要成立 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這個 基本什麼 等於0 對不對 那這告訴我們 什麼意思 這兩個 破反式是 orthogonal 對 這個凡數是orthogonal 另一種形形 如果A'等於A 就它的 eigenvalue是一樣的 OK 這樣子的話 這個積分就可以不等於0 這個基因可以不等於0 OK 因為這邊是0 對不對 這邊是0 這邊是0的話 這邊不一定是可以0 不一定需要是0 也就是說 這兩個凡數 可以怎麼樣 不一定正交 那 這是 我們叫做減病態 減病態的問題 digital rate的問題 中文好像有人翻作減病態 簡單的減 那合併的病 要記住 就是說 如果 i跟 如果有兩個狀態 如果兩個狀態 假設這兩個 假設這是 不同的 假設這是兩個不同的狀態 但它 eigenvalue是一樣 兩個不同的狀態 eigenvalue是一樣的話 它不一定 它沒有 沒有必要怎麼樣 沒有必要是正交的 但上面就是說 如果 eigenvalue不一樣的話 一定怎麼樣 一定是正交的 這樣會了嗎 好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就第二種 我講 但在第二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下 在第二種情形下 我們可以找到 兩個正交的函數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 讓它怎麼樣 讓它變成這兩個 換成另外一個 讓它變成正交 OK 我這樣寫好了 假設我現在把 我現在重新編 因為現在 eigenvalue 我這邊在寫的時候 是 eigenvalue 因為它的 eigenvalue 一樣 我就全部寫成怎樣 我把它改 我把它改 這個符號改一下 我這樣寫 這樣有沒有問題 因為 eigenvalue 是一樣 所以我就不再寫不同了 我把那個不同寫在這裡 假設這兩個 我這樣寫 我把這個插掉了 這是代表另外一個函數 另外的狀態 但相同的 eigenvalue 但它兩個積分不等 我現在假設 我把兩個積分寫成這樣子 我寫成S 假設這是積分 但它不等於 這個積分等於S 但不等於0 我們可以找到什麼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另外一個函數 會跟它增交的 那我們現在找 我們把這兩個函數 我們定義另外一個函數 是這兩個的線性和 原先這兩個是 它的積分是不等於0 對不對 我找一個另外一個函數 然後讓它怎麼樣 它是這兩個函數的線性和 那我們希望怎麼樣 希望就是說 這個跟它的積分是多少 等於0 我們求的 我們找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 跟它的積分怎麼樣 是等於0 你最不清楚沒有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看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我們做這個積分 好 這一次你們告訴我好不好 這個積分等於多少 怎麼樣 哪一個 等C彎 對對對 那你們告訴我答案好不好 對 等C彎 再加上這項呢 對 C2 然後多少 不要忘了這是已知的 對 這邊 到這裡 因為它要 我們是要找 我們需要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等於0 這四子告訴我們 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怎麼樣 這要等於0 所以 C2等於多少 C2 把它搬過去 負的多少 X分是C1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C2 帶到這邊來 把C2帶到這邊來 然後C2 這等於多少 C1 對不對 C1 U A 對不對 然後再減掉 C1 C1 C1可以提出來 對不對 C1可以提出來 所以等於 等於 等於這函數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跟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如果你這樣選擇 如果 如果選擇這樣個破函數 對不對 經過這兩個這樣組合 對不對 那告訴我們說 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跟原先這個函數 是怎麼樣 是正交的 那C1怎麼樣得到 歸一化 把這個破函數 歸一化就可以得到C1 我就不寫了 把這個破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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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一化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C1 可以把它定出來 我再講 我在講這個程序 我在整個程序 起先 起先 我知道這兩個函數 起先 我知道這兩個函數 都是怎麼樣 都是A的IgonValue IgonFunction 但它相同的IgonValue 我再講一次 這兩個函數 它有相同的IgonValue 但這兩個函數不一樣的 那這是我們先找出來的 我們先找到這兩個函數 這樣清楚嗎 我們先找到這兩個函數 它是相同IgonValue 但我們沒有保證 我們不能保證說 它的基因是0 這不一定是Otogonal 但是呢 我們可以重新組合 我們重新組合 得到另外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跟它怎麼樣 就跟它怎麼樣 就正交了 這樣清楚嗎 所以 當我們遇到減病態的問題 當我們遇到減病態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可以重新 假設我們起先找到兩個函數 是不正交的 我們可以經過這個組合 讓它怎麼樣 讓它可以找到兩個正交的 這樣清楚嗎 那我這個是用兩個減病態做例子的 如果三個減病態呢 一時列推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原則是這樣 我們如果起先 有好幾個減病態 對不對 假如它不是正交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一組怎麼樣 完全正交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以後我們遇到一個完整集合的問題 對不對 假如有減病態的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怎麼樣 還是可以找到一組全部都是正交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正交的問題 我們已經解決了 對不對 我們再回過頭來 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 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 這等於0 表示什麼意思呢 表示A乘上B 等於 就是AB 就是它的commute 就是說 A跟B這兩個物理量 它的算幅是commute 然後我們現在將A作用到它 對 我們已經知道 UA UA是A的怎麼樣 的 eigenstate 我這樣寫 或者 eigenfunction 我這樣寫 我們還正式寫 eigenfunction 那我們知道 因為AB AB AB等於VA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等於這 這一部分沒問題 OK 那 A作用到它等什麼 因為它是I 那個 eigenfunction 所以得到 B 那這個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A是個數目 A不是算幅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前面去 OK 然後我現在把那個需要量掛起來 OK 這樣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我再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 一個算幅 之後用到一個函數 變成另外一個函數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函數 那個方掛幅 這個是一個函數了 所以這個函數 對不對 這個函數 也是什麼樣 也是A的 eigenfunction 對不對 我變成這樣寫了 變成這樣寫了 所以這個是這樣寫 A 對不對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呢 告訴我們 F這個函數 是它的怎麼樣 eigenfunction 相同的怎麼樣 相同的 eigenvalue 這樣寫什麼 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函數 是它的 eigenfunction 然後它 eigenvalue是A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分成兩種形式來討論的 我們要分成年輕的討論 如果沒有減病態 就只有它這個狀態 就只有這個狀態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必須要什麼樣子 我們知道 這是 這是 對不起 這是A的 eigenfunction 然後 eigenvalue也是A 這個呢 也是怎麼樣 也是相同的 eigenfunction 但 eigenvalue是多少 eigenvalue也是A 所以 F跟 EVA 從什麼關係 因為EVA 只有一個 因為 沒有減病態 我說沒有減病態 所以 EVA只有一個函數而已 那 這是F跟EVA 必須從什麼關係 什麼證交 什麼證交呢 沒有啊 它是 我現在只有一個 這兩個 F 我寫在這邊 它它做相同的 eigenvalue 相同的 eigenvalue 相同的 eigenvalue eigenfunction 是不是一定的 不一定 我們乘上任何的係數都還是怎樣 都還是 eigenfunction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告訴我們 f 跟 ua 只差一個常數 也就是說 f 等於 b 我先這樣寫好 它跟它只差一個常數 這兩個韓式只差一個常數而已 然後我們把 f 和 b 帶進來 把 f 帶進來 就在這裡 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b 其實這個常數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所以我們從這個式子高高說 b是什麼意義 對 就是說 b 是 就是說這個函數 是 b 的 eigenfunction eigenvalue 是多少 eigenvalue 是 b 對 這樣會嗎 對 所以以後我們就把這個狀態寫什麼 以後就把它改成什麼樣 我們把兩個 eigenvalue都寫上去 那這樣我這樣寫對不對 我這樣寫對不對 我這樣寫表示說怎麼樣 比如說這個相同的函數 相同的函數對不對 它是 a 的 eigenfunction 但是 eigenvalue 是 a 它同時是 b 的什麼樣 是 b 的 eigenfunction 對 eigenvalue 是 b 這樣會嗎 以後我們就用這個符號了 以後我們談到那個角動量 以後我們會談到 三度空間的小丁角龜旋 然後談到輕圓值 那時候會談到角動量 角動量就有這個情形 這樣清楚了 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沒有減并態 沒有減并態的情況是最簡單的 那這一步會有沒有 那我們底下就討論減并態 就比較麻煩了 減并態就比較麻煩了 假設 a 它有減并態 所以這告訴我們 a u 它有減并態 這兩個函數 1跟2對不對 這兩個函數都是怎麼樣 都是 a 的 eigenfunction 但這兩個不同 但它 eigenvalue 是一樣的 就說這兩個函數是不一樣的 但相同 eigenvalue 就 eigenvalue 一樣 但是不同的函數 那這時候 我們如果用前面那個的話 我們如果用前面的話 就是 我們照左邊這些 照左邊這些 等於是 b a 等於 a 對不對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一樣的 告訴我們就是說 b u a 還是怎麼樣 還是 a 的 eigenfunction 就是說 b 還是相同的 eigenvalue 它是 eigenvalue 也是相同的 eigenvalue 那另外呢 這個一樣 這兩個都一樣 但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b 我打個問號 好了 這個是不是等於這個 我再問你問你這個 我能不能這樣講 這句話沒錯 它是 a 的 eigenvalue 沒有錯 那這個是這個 是不是等於這個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是這樣子 也就換句話說 這個函數 不一定是怎麼樣 不一定是 b 的 eigenfunction 假如在這種情況下 有減病態的話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因為今天時間到 我們下一節課 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